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 美国大选接近尾声 一直没想谈论这个话题 期间各种真假消息不断 如今尘埃落定 本频道特色之一是实事求是 虽然时常抨击中国社会的弊病 呼吁改进 但也不必会讨论美国的弊病 本篇就来一探 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层问题 以及带来的启示 本期受众可以非常广泛 你不支持民主 正好可以听听美国民主的问题在哪 你若支持美国 觉得不太受用 但可以看看哪里能改进 你若认为中国未来也可以逐步走向民主 则可以知道未来中国民主的设计 可以避开美国的哪些教训 吸取哪些经验 我们先来简单的谈谈这次选举 我只说事实部分 不说阴谋论 力图让大家把握事情的真面目 川普代表反建制派 这点应该没有疑问 川普的很多政策和建制派存在冲突 所谓建制派大意指的是在政治和政策上 希望延续已有的大体框架 以求稳健 不希望做很大的改变 他们既包括选举产生的政客 也包括各级政府数十万的公务员系统 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司法部劳工部等等 同时也包括在民间掌握各类资源的人群 如各类行业的游说团体 法尔街 教师医生群体等等 可以说建制派的势力相当庞大 川普借版建制的民粹主义上位 却没学会如何统战 始终守着他40%的基本盘 并没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以在这次大选中 就算赢也注定只会险胜 而不会向里根当年在50周里大赢49周 里根算是魅力型的民粹政客 本来川市经济可谓如日中天 不巧在选前连续受到 疫情和黑命贵运动的冲击 民调一直落后于对手 这次选举发生了三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第一是选前一个月 惊陷拜登只子的硬盘门事件 我在拜登对话策略的视频里也有想过 该事件立刻被主流媒体 以及社交巨头封杀 只有右派媒体坚持报道 即使这样也还是给美国部分民众不小的影响 要知道川普在四个摇摆州 一共才输四五万票 当时提前投票已进行一半 谷歌搜索如何改票的关键词瞬间冲高 第二则是民调又一次的完全失灵 川普在佛州 俄亥俄 爱荷华等摇摆州的战绩 均比媒体预测高出七八个点 第三则是在选举过程中 的确出现了很多疑点 如统计学上的数据一场 民主党现实投票点支开观察员 以及由视频拍到的部分 疑似作弊的场景 美国大选的舞弊指控历来都有 虽然很多调查否认 但邮寄投票确实有操作空间 但以往邮寄投票的比喻较小 影响并不大 而这次的疫情导致邮寄投票超过半数 影响就会被放大 对选举的指控让川普团队搏斗近两个月 最后一国会被冲击 再次被弹劾告终 你要问我到底有没有大规模舞弊 我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 这必须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 但如果你问我川普阵营 能不能指控和抗议舞弊 答案当然可以 我们也确实看到不少反常现象和违规操作 不管事实如何 根据民调显示 七成的共和党选民 百分之十四的民主党选民 以及过半数的摇摆州选民 质疑选举结果 这是事实 美国长期超级大国 各界的确自满已久 他们要是看到台湾唱票的过程 一定会感到羞愧 如此大规模的不信任 其实是对新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反而是对民主的伤害 压制言论和不许质疑 表面上是保护民主选举 却反而进一步伤害民主 保护民主需要找到病因并急于解决 而最好的解决办法 也是任何民主国家 发达或不发达 都会采取的方法 也就是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民主的核心之一是参与游戏 愿赌服输 但前提是选举过程不让人怀疑 输也会输得心服口服 选举过程是目前没 美国民主的一个暗雷 我们后面会说 美国这次选举从表面上看 是对结果的巨大争议 而背后则显示出 美国社会巨大的两极化 两极化会造成两头的声量 大大增加 且意识心态往往激烈对立 这就带来了对奴弹琴 或者非得把对方弄死的节奏 包括对枪支的讨论 如果你恨川入骨 就完全可能出现不惜作票 也得把它搞掉 而究竟两极化的原因 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 在过去全球化的大潮下 美国大量的中产岗位流失 工业地带变成铁锈地带 广大中产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 同时大量的新移民涌入 包括非法移民 他们大多数集中在城市 价值观和本地人有很大的差别 更加造成本地人不满的情绪 奥巴马推崇国际治理和国际机构 很多国际政策也和本国现状脱离 这一切的一切都催生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在由选票的社会 本质上源于普通百姓 对当前精英群体和政策不满的累计 也就是所谓纯洁的人民 对抗腐败无能的精英统治集团 于是在某些人的振臂以护下 民粹主义通过选举更替政府 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纠天的行为 但民粹领导者执政往往又不如建制派老练 有时候失误频频 甚至还出现别有用心的投机者 比如当年的希特勒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民主制度的波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民主只是一个概念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完全相同 成熟程度也不一 光是美国和加拿大就有很大的不同 英家澳欧日韩都是民主制度 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美国当前的局面 甚至包括广大初级的民主政体 如印度马来非洲南美 也没出现如此大的两极分化 美式民主制度历经两百多年 已难以改动著称 制度稳定性确保的同时 也确实会出现一些不能与时俱进的情况 在各类国际机构的民主指数中 美国的排名并不高 可见美式民主的确存在一定的缺陷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 美式民主究竟问题在哪 虽然政治和经济制度互有影响 但分析问题还得分开看 毕竟区别很大 客观讲 美国政治针锋相对 社交网络硝烟弥漫 其社会和经济活动依然平稳有序 美国的营商便利指数傲视群雄 顺便一提 中国进步很快 目前排名31 印度进步也很快 这几年从140寸去63 要说美式民主的问题 首当其冲要算很多人都不陌生的所谓 永久政治家族 比如被中文圈诟病多年的 克林顿佩洛西拜登 麦康纳罗米尼家族等等 两党都有不为建制派 这些家族常年占据重要席位 如参议员和众议院主席 有的甚至长达三四十年 虽然也要参选 但这些人似乎没有选举的压力 也就容易产生腐败 拜登家族的腐败已是实锤 司法部门在民主党炉日中天的情况下似乎也半退半就 而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就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还在于美国的选举制度 美国和大部分民主国家类似 采用的是联邦制及地方和联邦分享宪法赋予的权利 比如联邦主管外交军事 地方主管医疗教育 各地按照自己需求制定法规不能阅权 但也没有等级之分 充分自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 也就是谁在某个州拿到多数票 就全部包揽该州的选举人票 这导致了美国始终是两大党轮起 因为投给第三者是浪费选票 没有任何意义 同时总统选举也影响到两院选举 在两党长期霸占各自的基本盘的同时 各自深蓝深红州就会出现长盛将军 只要党内没人挑战 每一战必赢 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所谓永久政治家族 监督基本靠媒体和司法部门 但媒体一旦拉偏价后果就会显现 而反观邻国加拿大以及很多议会之国家 没有赢家通知的说法 每个党都在各选区奋战 最后拿到最多席位的党自动获得总理宝座 所以加拿大常年有三次个主流政党 而且轮动频繁 比如加拿大保守党 曾经只剩下两个席位 这种自然的清洗 从根本上难以形成永久政治家族 此外 美国的两党属于大帐碰党 也就是松散结构 容纳继续细分的意识派别 比如共和党旗下有自由意志派 基督福音派温和右派等等 这就导致了就算其中的某分支令组新党 也会被老党分散力量 另外美国两党架构松散 没有党魁 无法像加拿大那样定期竞选党魁 而党魁可以决定 每个选区选出的候选人 是否可以代表本党出战 也就可以筛选掉问题人士 美式民主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硅谷的高科技巨头 推特脸书的出现也就十几年而已 但美国两百年前的宪法 以及保障言论的第一修正案 根本没预料到这些媒体拒售 冲击量也就是全国性大宝和地方电台 主流媒体虽然偏左 但至少还有右派媒体制衡 而美国互联网巨头走遍全球都无对手 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员工大多数偏左 他们可以集体左右平台的行为 这次亚马逊移出保守派社交平台的服务器 就是其员工集体施压的结果 美国早年通过的230条款 又导致科技公司审查内容 再加上网络巨头们 不由选票选出没有监督 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这次选举前他们公然审查 亨特拜登的硬盘丑闻 选后可以封杀另一派声音 这显然是对民主的伤害 和很多民主国家类似 美国的选举法虽然对于政治捐款也有限制 比如个人对每场选举的捐款 不得超过2700元 以防止金钱压迫公众意见 但个人则可以无限使用自己的腰包 尽管都得上报 美式民主另一个奇葩之处 就是在很多州投票可以不出示证件 简单签个名就行 尤其是在民主党州 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投票 必须出示证件 这算是基本要求 民主党认为如果要求出示证件 由于很多人并没有驾照等证件 就会抑制选民投票的积极性 然而这么一来确实造成了一些舞弊现象 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 对选举失去信心 此外这次使用的多米诺投票机器 也被广泛质疑 而研发该机器的加拿大却从来不用 这些事平时也许影响不大 但在政治两极化时问题全都显现 200年的美式民主的确问题很多 不过阴霾的背后纠篇始终存在 目前已有议员提出要对选举法进行修正 以确保选举过程公正 也有人提出即将展开对科技巨头的立法 规范平台行为 此外还可以从反垄断法着手处理 当然更有人提出重塑全球贸易体系 所以也有说美国近期的现象 属于纠篇过程中的免疫风暴 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力量 窜起制衡旧的力量 我们讲了不少美式民主的弊端 也给各国带来了教训和经验 事实上从时间上看所有国家的制度 都在不断的改进 有快有慢 当然也有的在退步 中国目前的状态 看上去的确比美国平和的多 当美国在争论失望的工薪阶级 科技巨头不公正的审查 以及腐败的政客的同时 我们隔岸观火 但是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的高科技审查和监控 自由空间被压缩 广大工薪弱势地位的当下 也该想想如何做才能让中国更加改进 这也是这个频道的初衷 以上就是对美国大选和民主的讨论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 1月19日星期二 是特朗普在白宫的最后一天 他作为美国第45届总统 起伏跌宕的四年任期 即将告一结束 他会在此时做些什么 据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 预计特朗普将会利用自己总统的权限 寄出最后一波特赦和减刑的名单 并组织即将就任了拜登 周一 特朗普宣布取消自1月26日起 对有欧洲或巴西旅游时的非美国公民执行的旅游禁令 但该消息很快被拜登的团队所推翻 其发言人表示说 现在并非取消国际旅游禁令的时刻 将会延长相关的旅游禁令 周二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多家媒体 引拒知情人士的透露 预计特朗普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 将发布多达100项赦免和减刑 但在总统顾问的劝说下 他倾向于不会批准一些争议性较大的赦免 法新社的相关报道说 特朗普在最近几个月内已经宽设了多名合作者和亲信 其中的一些人应涉及2016年其竞选团队 可能与俄罗斯串通而为定罪 华尔街日报引据一位知情人士称 特朗普本周末与其高级助手 讨论了更多赦免和减刑的事宜 报道说 自特朗普败选以来的几个月内 此事已经成为白宫的一个主要焦点 白宫收到了大量的赦免请求 特朗普也已向顾问们寻求相关的建议 被提及可能赦免的人 包括了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一名被指犯下欺诈罪的佛罗里达州著名的医生 以及曾经助选特朗普打赢竞选战的前高级顾问 史蒂夫·班农 纽约时报稍早报道指 特赦和减刑名单也包括了76岁的 纽约州前众议会议长习佛 2015年他因贪污指控遭到定罪 法新社的报道提到 特朗普也可以赦免自己或者家人 或者一些在1月6日参与冲突国会大厦的人 但据两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说 特朗普似乎被劝退特赦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 报道指特朗普的特赦名单预计也不会包括其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曾经是特朗普指责大选存在舞弊说法的大力支持者 拒绝承认败选特朗普曾呼吁其支持者冲击施压国会 已经被以煽动叛乱罪被美国众议院弹劾 在拜登正式就职之后不久 对他的弹劾审判程序就将在美国参议院举行 美国众议院主席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周日表示 对于特朗普可能会赦免冲击国会大厦的人表示担心 美国共和党阵营也对赦免表达担忧 特朗普的亲密支持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周日向福克斯新闻表示说 对于这些人要求赦免将是一件坏事 在拜登就职典礼举行前夕 美国首都华盛顿气氛紧张 国会大厦及白宫附近部署严密的安保防备 几天来几乎处于戒严的状态 来自美国全国 约25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数千名华盛顿警察 参与了这一空前规模的安保 近70名抗议者非控参与了暴力活动 数百人正在接受调查 其中包括有民选官员和退役或者在任的警察 为了确保国民警卫队不构成安全隐患 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 正在调查参与周三总统就职典礼安保的预备役人员的背景 在这一分裂而紧张的气氛之下 注意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 在推特上发布告别视频 在视频中他呼吁美国人保持激情 并记住暴力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答案 也永远不会是有到底的做法 此外在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之际 其民调支持率也跌至任内最低 据盖勒普周一公布 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4% 是其四年任内的最低 此外民调也显示 特朗普任内平均支持率为41.1% 这也是自上世纪40年代该民调建立以来 历任总统的最低水平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 由李南编波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近日宣布了一系列政令 作为留给拜登团队的政治遗产 但对拜登来说 这些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只是政治包袱而已 此外由于特朗普拜登 两人不仅理念政策不同 执政方式也将大不相同 对于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拜登曾在竞选中就承诺 他将会逆转特朗普的政策遗产 有些甚至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 就承诺过的 拜登将会在1月20日 就任总统当天 发布大约12项行政令 就是开个头 19日是特朗普总统 任期最后一天 他又发布了几项新政 其中有要解除 新冠大流行期间 对来自欧洲深根居国家 英国、爱尔兰和巴西的旅客 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 但仍然维持对中国的旅行限制 这也许算是他向欧盟国家 友好告别的挥手吧 但还没等到欧洲人反应过来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发言人 就一口回绝说 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恶化 以及更多新冠病毒变体 在世界各地的出现 现在不是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的时候 另据报道 拜登周三上任总统后 要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 撤销针对多个 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 实施的旅行禁令 延长联邦学生贷款支付的暂停时间 禁止驱逐房客 以及在跨州旅行时 和在联邦物业内要强制戴口罩 所有举策都与疫情相关 是他曾经宣布过的 在这些措施中 大多数也算是对特朗普 所奉行政策的逆转 不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但拜登将会公布的另一项 被其部分选民期待已久的移民提案 却不是行政命令 而是需要国会表决的 该提案将为上千万无证件移民 提供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路径 拜登在第二次总统辩论中就说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在一百天内 我将向国会呈送一条 被一千一百多万无证者 提供公民身份的途径 根据拜登的改革方案 无证移民五年后将有资格获得绿卡 四年以后可以申请入籍成为公民 果不其然 拜登还没上任 上万的宏都拉斯非法移民组成的 所谓大鹏车队就冲破途径国的阻碍 向美国挺进了 移民权益组织 人民无国界组织 还理直气壮的督促美国 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国政府 允许大鹏车自由旅行 并在美国寻求庇护 并要求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履行承诺 该移民组织明确说 我们认识到美国新一届政府 对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表现出坚定承诺的重要性 这为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国政府制定尊重和促进流动人口人权的政策和移民管理提供了机会 我们将督促拜登政府履行其承诺 一位受访的洪都拉斯移民说 要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将有一个新总统 拜登将帮助我们所有人 他给我们一百天时间去美国 让我们获得合法身份 让我们的孩子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美国共和党前众院主席金里奇评论说 当选总统拜登要让一千一百万非法移民合法化 七千到八千名洪都拉斯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大棚车来到拜登支持非法移民的美国 在第一批一千一百万非法移民合法化之后 猜猜到2024年将有多少新的非法移民 除了发力逆转特朗普政策以外 拜登团队的执行风格也将不同前任 有分析认为 与现任副总统彭斯相对低调的风格不同 副总统哈里斯将在拜登政府内担任重要角色 哈里斯发言人本周指出 哈里斯将参与所有拜登政府议题的讨论 将在广泛议题上助拜登一臂之力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波 感谢苏规尼亚的技术合作 也感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民主党当选总统拜登 今天在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 他和哈里斯正式出任美国第46届总统和副总统 就职典礼呢 在美国内战以来最严密的戒备状态下进行 华盛顿军警密布 路障纵横 凸显了这次大选 这个民意分裂对立的紧张气氛 以及两个星期前呢 国会山暴乱留下的阴影 拜登总统和民主党控制的参众两院都表示 要把弥合裂痕修复创伤 作为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但观察人士指出 面对过去四年特朗普执政 导致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拜登新政府将任重而道远 那么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给美国社会打下了什么烙印 拜登新政府如何揭开美国的新篇章 美国会不会尽快摆脱暴乱阴影 拟合社会裂痕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告别特朗普时代 拜登能否让美国再现辉煌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黎教授你好 谢谢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王维正教授 王教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拜登总统呢 他是华盛顿的一位老牌政治家 他属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这个所攻击的那种典型的华盛顿政客 或者呢叫华盛顿赵泽中的这样一个这样一员 那么副总统哈里斯我们知道呢 他刚好相反 他在华盛顿从政的时间不长 我们首先请教纽约的这个黎安友教授 拜登总统他在这个政坛上可谓是顺风顺水 可是家庭生活呢 听说却屡遭不幸 哈里斯副总统呢 他出身移民家庭 是许多社会底层人士 励志奋斗的一个典型代表 首先我想请黎教授啊 您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您所认识的美国新总统和副总统好吗 嗯 好 拜登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好人 他是一个非常中流的一个人 他的家庭出身不是非常富裕 他可以说是中产阶级 他读的大学也不是明快大学 他读的那个法学院也不是明快法学院 他得的成绩也不是最高 而且他有一个脑柄就是stuttering 他说话不是说得很流利 但是他还能够被当选参议员 长期当参议员应该是因为 他在他的被当选的州里的老百姓得到他们的认识和承认 他在民主党长期是在民主党的中间 但是全民主党全党在这个Trump当总统的时候 好像稍微亡作 不是亡积作 但是稍微亡作 所以在种族关系问题 在这个工人阶级这个收入问题上 在一些在这个climate change 这个气候暖化的问题上 民主党是往左走 而拜登是跟着他们走 但这个人我估计他现在在民主党里面 所以民主党里面有各种派的话 他可能是暂时的可以得到民主党里面的各派的支持 他又能够跟共和党一部分的人共同合作 那么这个Harris 56岁比他年轻一代 他是一个中族欢和的一个人 他的母亲是印度人 他的父亲是这个Caribbean海的黑人 来到美国成为美国的国民 所以Harris是一个可以分斗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比较强的人 所以他能代表民主党的这个可以说更 稍微更铁剑提建于一个派 那么我想跟黎安有教授呢 继续探讨一下这个拜登和特朗普 一位是当选总统 一位是离任总统 这个拜登呢 我们知道您刚才介绍了 拜登他是长期从政 是一位政治家 而特朗普呢 他是长期经商 是一位资本家 当然啊 后来当选总统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拜登和特朗普两个人这个个人经历和背景的这个明显不同呢 有人说呢 所以两个人治理国家的这个方案和风格可能也会有明显的区别 这一点 李安有教授您怎么看 对 OK 我要谈出来的讲 我是属于民主党 我没有投这个特朗普的票 但我想把特朗普看为一个企业家 或者一个商人 他表现他是一个商人和企业家 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骗人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都是骗人 借钱 不换钱 卖他的名字 他实际上不是搞建筑 他是让别的人搞建筑 他卖他的名字 放在这个大楼上面 所以这个特朗普我认为 不是一个可以说严肃的或者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家 那么拜登虽然他一辈子是从政 但是他从政态度一辈子是非常负责任的 而不是这个搞钱或者搞什么 要搞名誉或者什么东西 好的 那么许多美国人 尤其是特朗普支持者 就担心说拜登总统和北京有私人关系 我们在竞选当中 以及竞选以后的这个分析当中 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这个议论 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 也曾就经济和腐败问题 接受过FBI的调查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副总统哈里斯呢 他的移民背景 以及这个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呢 也在部分选民当中引起一些非议 我来请教这个纽约州的王维正教授啊 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拜登和哈里斯的这个社会 家庭和政治背景 会不会影响他们执政过程中 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利益呢 好的 您刚才提到这个拜登 他从政顺利 但是个人家庭的话 却有很多的悲剧 那就让我想到说 这个拜登他的两个儿子的话 可以说给社会很不同的观感 一个的这个英年世世的大儿子叫Bo 那么他是这个有战功 而且当过这个德拉瓦州的这个公职 那他的名声很好 那二儿子这个Hunter的话 他有很多这个政商纠结的关系 所以常常让人家感觉到说 他会不会这个影响到父亲这个从政 特别是被对手抓到小辫子 就成为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家里面的一个败家子 Black sheep in the family 那确实是在这个这个去年在竞选的时候 这个川普阵营的话 很想把这个韩特 他在乌克兰 还有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做生意的话 把他想拿出来 把他放大 甚至于有的没的在那边讲 但最后的话都证明了说 这些是捕风捉影的事情 特别是川普他要乌克兰政府去调查这个 这个韩特这个事情的话 差点让这个川普自己遭到了这个弹劾 那么我相信说这个 这个韩特他的这个政商关系 确实相当的复杂 所以当这个这个Joseph Biden 他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总统的话 这方面是应该要把他给切割一下 免的话说被他给牵累 至于您提到这个哈里斯 他的移民的背景 这个造成社会上有一些人 在怀疑他的这个忠诚度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 就是说这过去四年 由于川普总统 他所提倡的这一个口号 叫做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所谓的MAGA 那么这造成了美国这个社会的话 是有一种这种反移民的情绪 然后白人至上 那么这个连带的话就会 本来应该是觉得说像有一个像这种移民 然后这个多种族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女人 特别是第一个有女性的副总统 这个能够就职的话 应该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一个一个一个时刻 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 反而会让一些主要是川普的支持者吧 认为说怀疑说将一个移民的 美国公平 然后副总统的话 是不是忠诚度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的话 要由这个哈里斯跟拜登 他们这个就职之后 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 我觉得通过移民的得到美国这个公民权 然后甚至于能够当选这个公职的人的话 对美国的忠诚的话 因为他们是选择得来的 所以他们对美国的忠诚的话 比在美国出身的美国人还要忠诚 好的 那么特朗普执政这个四年呢 深刻的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 外交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舆论界呢 普遍以特朗普遗产来形容 我来请教李安有教授 您如何定义这个特朗普遗产 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它如何影响到美国呢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 美国有一些深刻和长久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种族关系 这个问题是几百年 两百年的问题 三百年 四百年的问题 实际上 种族关系 这个黑人的地位在社会上 我们刚才这个王教授谈到的 白人在上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 从七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 一直到现在影响 这个工人阶级和这个 可以说下中阶级的生活条件 就是说一代比下一代比上一代的生活条件没有什么好转 这个实业的问题 这个我们的infrastructure 我们的infrastructure有非常大的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这个移民问题 就是移民政策的问题 长期没有解决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Trump所创造的 但是Trump创造的是一个 利用这种深刻的问题来 来上台的一些政权的办法 就是说它是动员一些一些就是深层的这个方感的这个emotions 情绪 情绪 来让这种人偷他的票之类 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好事 因为这些这几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我们长期没有足够的主意 我们没有用足够的力量精力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长期以来的问题 现在Trump让应该说是让这个逐流的社会足够的提醒一下 我们必要去面对这种问题 我认为拜登是代表这种 这种决议 就是说我们要要要要严肃的去面临这种问题 那么Trump第二个遗产不是太好 就是说他在当初的过程当中 他在利用这种深刻的问题 可以做政治可以说政治利益的过程当中 他阻止了共和党 他改变了共和党的基础 这个base voters 基础的选民 所以现在我们我们的制度需要两党 两个健康的政党来来减证 但是现在我们的第二党 我们在野党 有深刻的变化 这个也不是一个新事情 这个可以说从Newt Gingrich一开始 所以这个是几十年的这个事情 但是Trump是最后作成这个变化 所以共和党有很多的问题 他有两派 可以说极右派 就是Trump主义的派 另外一个以前的这个所谓的精英派 或者什么 You know Gender派的establishment so现在共和党能不能 能不能就会自己 作为一个负责人的一个地队 一个一个在野政党的话 这个我们要在这看 是的 共和党现在他们的这个前景 可能呢很多人在感到担忧 因为呢特朗普会不会令阻政党 会不会造成共和党 出现分裂 如果共和党出现分裂 那会深刻影响到美国两党政治的这个格局 昨天特朗普呢 他告别了政坛 也许呢也就进入了历史 但是也不一定 有人说呢2004年他还会回来 对不起2024年他还会回来 这是另当别论了 很多观察人士这样认为 说特朗普呢 他是美国的一位另类总统 他在许多方面与其前任有明显的不同 结局也异乎寻常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遭到两次弹劾的总统 他以推特治国 却被推特永久禁言 国会山暴乱之后呢 更有人要求追求其煽动暴乱的刑事责任 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 特朗普时代结束了 那您怎么评价这位不同寻常的这个总统 如何评价特朗普遗产呢 我想我跟很多这个学术界的朋友 多半都是民主党 我也是民主党的 就是说我们很谦卑的来想想 就是说这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总统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我如果给他最慷慨的一个解释的话 我认为他颠覆了美国长久以来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意识形态 一些价值 比如说自由主义 国际主义 精英主义等等 那么他的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话 都表现出来他很强烈的这个个人的色彩 那么刚才李小说提到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诚信的商人 所以这就表现出于说 他在形式的风格上的话 就是他只能赢不能输 所以造成的结果的话 是美国现在社会相当相当的这个分裂 那李小说讲的很好 就是说美国有社会有这个长久以来的一些问题 被川普他利用 那么他2016年得到了一次胜利 但是他离开了之后呢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 美国社会长久以来的话 有一个我认为是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偏差 那么这个偏差的话反映在很多上面 比如说当我们做民意调查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调查 正确的调查到很多平常不愿意讲话的人 那这些人的话 他是川普的支持者 所以2016年的这个选举的结果的话 如果你不相信说有这个俄罗斯的介入的话 那可以说是美国五十几年以来民意调查的一个总监讨 所以我觉得他颠覆了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精英主义这样的一个缺失 第二个全球化 刚才李教授讲得很好 就是全球化的话有这个赢家有输家 那么美国过去的话始终认为说比如说自由贸易协定的话等等是非常的好 但是这个下面的话也有输家 然后他们这些输家的话 他平常没有人替他们讲话 川普的话替他们讲话 至少他们认为川普替他们讲话 第三个就是美国过去四五十年的话 精英界都认为有一个所谓的主流的对华的政策 就是China policy 这个的话就是叫做所谓的要交往 就是engagement 那么他的假设就是说 我们将中国逐渐的带入国际社会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大国等等 川普的话一开始是希望说跟中国用做生意的方法 但是后来的话发现做生意做不成的话 他就开始无限上纲的施加的压力 他最后的话他也是有些贡献 就是说比如说让美国的学界政界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本质 而且这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政策 那这些强硬政策现在的话 这个拜登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 一时间就是说这个无厘头的把它全部给推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美国过去的话 特别是在民主党方面 我相信有很多的他们的财政政策的话 基本上就是无限上纲的加税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川普他上台之后 2017年那个租税的政策的话 他就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可以减税的话 就限制在一万块钱左右 所以的话这使得很多美国东北部州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巨大的房子的话 他们减税就没有这么多的负担 而且没有这么多的好处 所以你可以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说他颠覆了自由主义 国际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这种长久以来被美国的所拥抱的一些价值 然后他是可以说在有些方面是相当的聪明 但是他的手段是不择手段 结果的话是让美国的社会相当的分裂 那你要提到说有所谓的他有什么遗产 所谓的这个川普主义 Trumpism 我不觉得这个所谓川普主义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套学说 那么这个因为他毕竟他的个人主义过于的浓厚 而且他所代表美国的社会的这个结果的话过于的分裂 所以我觉得川普所谓的川普主义的话对我来讲的话应该是负面的多于正面的 负面的多于正面的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我们这位离任总统 他执政这四年呢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一点恐怕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 我们可以说他深刻的改变了美国社会 同时呢也改变了国际格局 也许我们今后找时间呢会详细谈谈这个这些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拜登啊 拜登誓言他要结束特朗普时代的不正常状态 让美国在线往日的辉煌 那么新上任的这个白宫官员日前就披露 说拜登呢将在20号这个就职当天也就是今天 这个以及呢就职10天之内要签署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 以应对新冠疫情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气候变化问题和种族不平等等危机 我来请教李恩友教授 您怎么看拜登的这些新举措 有人把他归纳为拜登十日新政 您怎么看对拜登十日新政 但实际上我我最近有一个想法认为拜登 我们可以把他做多少看为美国的邓小平 就是说一个灾难之后上任 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就是实用主义的一个态度去 面临实际的问题去采取一些实际的办法来一个一个解决问题 当然这个不可能在十年或者一百年 十天或者一百年或者四年当中完成 像邓小平同样邓小平也没有在他的趋势之前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还在那个往上走 不知道往什么方向走 但是拜登像邓小平在1978年的三种全会的那个时候 拜登的年期可以说是一个开始 开始把美国的这个庞大的权转他的方向 开始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 因为拜登的前十日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么李延友教授呢 对拜登这个行政 对拜登的这个给予很乐观的估计 但是我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王教授 您如何评价这个拜登新政 您认为哪些问题应该是拜登政府新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 拜登新政是不是就是要逆转特朗普的遗产 特朗普遗产会不会就此而随风而去呢 对不起啊问题很多 这样王教授您简重要的 您感兴趣问题回答一下好吗 好的我觉得刚刚李教授用这个美国的邓小平来这个表示他对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期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也许这个这个这个有我觉得有助于我们了解 那么我觉得这个十日新政的话 对一个新政府来讲的话要立即而且很迅速的这个传达几个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在内政和跟外交方面的话 美国这一任的政府跟过去不一样 当然美国每一次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有说要否认前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觉得对拜登总统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把内政给搞好 因为一个国家在全世界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国家给搞好 那把国家搞好的话最重要就是美国现在面临到两个危机 一个是公卫危机 另外一个是经济危机 那么这个公卫危机的话 我觉得他的要求说大家一带一百日的口罩 我觉得这个绝对对疫情会有所帮助 那么经济危机的话 就是你要把疫情给控制住的话 当然就要把经济给付出 我觉得这两个是有相关联的 那么在国际上的话 拜登必须要立刻让这个盟友 还有可能会挑战美国的国家都知道说 美国的话要恢复这种多边主义国际主义 然后重视盟友等等 所以这个回到这个气候变迁 巴黎气候变迁公约的话 这不但是民主党一向的主张 而且也可以表示说 美国回到了多边的这个主义 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看到拜登他就职演说的一个主旨之一呢 就是to unite the united states 让美国团结起来 这显然是美国全社会的共识 图写了这个 但是这个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共识 恐怕不那么容易 我们看到两个星期前的这个国会山暴乱了 实际上就凸显了这个民意的尖锐对立和社会的巨大裂痕 我来请教李安勇教授啊 民主党虽然现在取得了可谓是全面执政 但是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两院的这个选举 基本上都还呈现出 我们必须这样说 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 民主党都没有取得令人心悦 诚服的这个胜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能不能尽快摆脱分裂暴乱的阴影 如何才能离合这个社会的裂痕和创伤呢 这个问题复杂 我以前说的话是比较乐观 我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少保留一些乐观和贫困的这个看法 因为还有70 million 多少 七千万 七千万 谢谢 七千多万人是投了川普的票 我认为在这个七千多万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 在国会上暴乱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真的这个白人在上的恐怖主义分子 这个用暴力来来攻击美国的政府的人 这个当然是中国人说一小错 暴乱时代或者这个六四的事件 所谓的一小错 他们是几小数 但是你只要看那个国会上的这个事件的录音的话 你可以看到大概在国会上大多数人可以说是天真的不懂事的一些 一些一些简单的人他们好像是在玩在在在在玩一个game 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是犯罪 也是一个政治的严重的案件的话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投川普的票的七千多万人分一小部分的非常极端的危险的人 这种人我认为我们可以控制 因为现在这也是一个一个觉悟的方面 好的 李教授 那么我们看到拜登新政还没有出台 社会舆论界呢就早已传得纷纷扬扬 什么加速移民批准进程啊 绿卡公民申请速度提高一倍 最低时薪呢 也要提高一倍中小企业主不堪重负 中美洲移民大军正向美国边境移动 要求拜登对线选举诺言等等 这一切传的都和民主党与共和党尖锐对立的社会问题有关 挑拨社会不同立场的这个民众的这样一个神经 我们这些问题也就是凸显了美国拜登政府面临的这个艰难 我们现在呢 时间本来还想请教这个王教授的 但是对不起 时间不够了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布林肯重回老家 曾在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服务多年的他接受共和党籍的议员们一连串的拷问 他谈到了中国对新疆人权问题的侵害与对香港民主的践踏 当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问布林肯 将现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交棒前已经认定 中共对新疆进行的是种族灭绝 他是否认同 布林肯表示同意 格雷厄姆还问 中国误导了新冠病毒和肺炎疫情吗 布林肯说 他也是这么认为 敢在拜登走马上任的前一天 布林肯在提名听证会上 一开始就以对抗性竞争来描述拜登新时代美国眼中的美中关系 他也强调 美国会借由实践民主价值观来战胜中国和俄罗斯这类的威权国家 面对民族主义崛起 民主后退 还有像中国与俄罗斯那样的威权国家不断崛起的对抗性竞争 这样的世界对稳定与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威胁越来越强大 而美国能够通过实践民主价值观战胜中国 并且提醒世界 一个民有民智的政府也能够为人民服务 要内部先团结才能一致对外 当共和党籍的联邦裁员强声提问 布林肯是否认同特朗普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时 他的答案是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强势的方式是对的 而我对一些政策与做法不见认同 在我看来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较 中国确实对美国人民的利益构成最大挑战 这种对抗性的竞争关系不断升高 拜登政府在一些政策与做法上会采取不一样的选择 他说美国必须要团结其他的盟邦才能一起牺手共同应对中国 布林肯还强调美中除了竞争之外 以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 美国必须恢复与受损的盟友关系 改变特朗普政府过去应对中国 由美国单打独斗的做法 因为只有美国和盟邦团结起来 才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台湾议题上 布林肯也回应表示 他2015年担任副国务卿时就曾在国务院内 和当时竞选总统的蔡英文见面 蔡英文成为总统后 双方也有机会谈话数次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定 长期且跨党派的 他也提到了台湾关系法 与美中三个公报指出 拜登政府绝对会持续这些承诺 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自由亚洲电台 即使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 艾威尔·海恩斯 当天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 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 他将延续对中国的严格审查制度 并尽可能地采取反制行动 为了反制中国政府 对新乡穆斯林的联权打压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和中国科技巨头的全球影响力行动 华盛顿近期 激连拉黑了多家中国企业 禁止美方对其出售技术和设备或投资 那被问及他与任何中方实体的联系时 海恩斯在会上表示 他从未担任过 在新疆开展过业务的企业的顾问 从未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认定的 受中国军方支持的企业的顾问 也从未担任过 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的企业的顾问 海恩斯曾为奥巴马和小布什政府工作 在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多个部门认职 2010年 他出任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兼法律顾问 2013年 奥巴马提名他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海恩斯就此成为首位出任这个职位的女性 2015年 海恩斯返回白宫 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海恩斯在周二的听众会上 谨慎地定义了中国扮演的角色 他表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确是个竞争对手 但在另一些领域应被视为合作伙伴 在某些问题上中国是个竞争对手 不过在气候变化等另一些问题上 我们会尝试与中国合作 但我认为这丝毫不会削弱 中国在间谍行为上是个对手的事实 除了关注海恩斯对中国的立场 外界还对他此前的职业行为提出了质疑 一些人群组织认为 海恩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使用无人机杀死海外恐怖分子的行动中 扮演了重要决策 其间这些行动还杀害了一些平民 这违反了国际法 但他的支持者为其辩护说 海恩斯协助采取措施 对政府使用武力的行为进行了限制 被给无人机项目带来了更高的透明度 与大多数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相比 海恩斯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职业轨迹 他1988年就读芝加哥大学时 主修的是物理学 还曾在当地的一家气修店兼职 他几年后开始学习驾驶飞机 而他的教练成为了他未来的丈夫 不久后 海恩斯在巴尔地摩买下了一家 此前被查封的酒吧 并将他改造成了一间书店兼咖啡馆 在那里 他逐渐接触到了社区组织工作 1998年 他在乔治成大学法律中心教读 开始深入研究国际法 与许多奥巴马时期的政府高官一样 海恩斯同样认为 中国如今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已不可同日而渝 我认为美国需要调整其对华政策 以更好地应对一个过分自信 和好斗的今日中国 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等 多个方面都带来了挑战 由于不少美国议员 此前对总统大选结果提出质疑 此加上参议院的控制权迟迟没有被确定 后任总统拜登的内阁成员提名年的听证会 直到近日才得以进行 如果这算提名通过 海恩斯三成为美国的首位女性国家情报总监 掌管多达18个情报机构 至于IP电台记者江澳和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在拜登正式成为美国总统的前夜 法国世界报星期二刊出文章表示 北京当局对未来的拜登政府是不抱幻想的 数名勒梅特的文章强调 中国对特朗普的离去感到高兴 但是拜登做出的任命 无法让中国放心 文章指出 新华社1月18号星期一表示 蓬佩奥走了好 并说蓬佩奥走后 世界只会变得更加美好 新华社表示 在蓬佩奥的领导下 美国的外交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 和具有破坏性 变得道德化和傲慢 新华社还指出 尽管这些年来 美国外交在世界各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但是它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一件事情 这就是它向世界展示了 傲慢虚伪和威权的 华盛顿当局的真实面目 因此虽然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处理 以及美国国会1月6号的骚乱事件 给北京的宣传大大增加了佐料 但是对特朗普离开白宫 中国是没有不高兴的 不仅没有不高兴 中国反而还更加强调了所谓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的优势 文章说 自从1月11号习近平主席宣布 时间和局势对我们有利以来 现在在中国的媒体上 大奖特奖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尤其是特朗普自2018年起 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 又显示11次失败 世界报创出的文章还指出 虽然如此 中国对未来与拜登的关系并不抱幻想 中国太和智库的研究员崔利如 在1月19号的中国日报上分析说 与中国是战略竞争的根本路线 不论在民主党内部 还是在共和党内部 都是占多数的观点 这和特朗普政府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崔利如还表示 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是这一政策将以什么方式施施 这是不确定的地方 新的方向将取决于美国政策的演变 世界报的文章继续指出 劳拉·罗森伯格被拜登任命为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的主管 这一点也不能让北京放心 2016年的时候 劳拉·罗森伯格曾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顾问 自2017年以来 他一直是保卫民主联盟的主席 保卫民主联盟是一个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共同成立的组织 旨在谴责外国对美国政治的干预 2020年春天 罗森伯格女士曾多次强调 北京当局对少数敢于批评其新冠疫情管理的中国人进行审查 罗森伯格此外还对北京的宣传及北京的口罩外交进行了抨击 罗森伯格说 北京的口罩外交是为了分裂欧洲人 并让欧盟远离美国 在2020年5月14号的新闻周刊上 就中国的欧洲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长篇文章的结尾部分 罗森伯格和GMF的亚洲项目主任朱利·施密斯写道 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真理和透明度 以及基于民主原则的多边主义 以解决全球问题并挫败中国的强制性行动 美国领导人应该就中国的侵略性方法提出替代的方法 而不是通过信息操纵和恐吓来模仿中国的侵略性方法 世界报文章表示 罗森伯格的这些批评 北京并没有视而不见 分析美国政治的一个中国非官方网站说 零和博弈的思想是不变的 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只是在方法上 不是在思想上 毕竟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仍然在起作用 中国则声称促进多边主义 主张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 另外世界报文章还指出 拜登任命库尔特·堪贝尔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立的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 这对北京来说也不是好消息 这不仅仅是因为库尔特·堪贝尔曾经是奥巴马政府中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协 而且重要的是这个职位的设立表明了对拜登来说印度太平洋地区是多么的重要 作为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真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 感谢收听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建民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 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 吴建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 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 美中对抗的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 中国想要挑战成功 必须在科技上有大的突破 不过科技发展跟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 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下 吴建民说我是悲观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民指出 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的核心观念 是在讲述中国过去40年 能够经济快速崛起 靠的是一个诀窍 就是顺着全球价值链 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的工厂 但今天中国会被美国抵制 被西方国家警戒 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 就是中国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 他原本是世界的老二 老大是美国 但他不甘于长期当老二 他想要快速的成为核心国家 却抵触了核心国家的共通游戏规则 吴建民表示 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 还处于资本主义边陲地带 过去三四十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 最近十几年 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 更急于地成为核心国家的成员 中国不断地推动产业升级 想要从世界的工厂 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 运用很多的政策 补贴甚至侵犯西方世界的智慧财产权 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跟围堵 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吴建民表示 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 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 那现在他想要推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 跟产业升级 所以就想要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 然后用市场换技术 然后推动中国制造2025 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 还有工作工艺院 这种种的做法就是想要快速 从半边缺国家变成核心国家 可他在这个过程太急切 利用了资本主义的规则 但是他又想要更改规则 所以就跟世界的其他的先进国家产生经济价值意义上的一处 我觉得这个是美中对抗一个非常根本的古城的经济因素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接受美国之音台方表示 911恐怖攻击事件是美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 为了对付911恐怖分子 美国不得不跟中共联手起来对抗恐怖主义 因此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黄金十年 让中国有机可乘和平崛起 谢明辉说 这个十年的黄金期 美国国力入线衰落到了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金融危机 大陆的那个制造人民币重整经济的计划成功 所以当时整体的国际社会都是因为大陆的整个救援经济成功 而使大陆的占整个在世界经济的总量 每次的贡献力都超过三分之一百分之三 谢明辉说 直到2010年时 美国发现了苗头不对 奥巴马政府想转过头来对付中共时 回时已晚 所以他的亚太在平衡车内 那实施了六年都没有办法成功 那亚太在平衡车内是软性的 它是联合所有作家国家来共同 二次中国大陆的发展 那当时前世的国家 包括中文的国家都已经藏到大陆经济 发展了点头了 经济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想要把它硬脱过几乎不可能 包括美国的所有的低端的产品都全部大陆进口了 一连贸易是五千多亿 然后美国大概是逆差了三千多亿美金 世界的供应链只有中国能供应而已 世界工产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宁在书中表示 中国借由加入WTO更深入地参与了全球经济 累积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资本 并取得西方技术 中国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庞大的经济资源 巩固了一种新形态的党国资本主义 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与西方的密切经贸交往 而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 反而跟西方世界所预测的剧本大意齐去 因为经济崛起而巩固了威权统治 用威权发展作为自由民主的对手 这个自底层的经济因素发展而来的新经济霸权 跟既有霸权的对抗 短时间内很难看得到改变 吴建民说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竞争 在历史上看 都不可能通过短期的什么谈判 协调的解决 什么竞争还在历史当中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我们以过去历史上大的霸权的轮延 更迭的 谁来看 之前是英国的帝国霸权好几百年 后来变成美国 美国的霸权持续了一百年左右 那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中国的梦取而代之 或者至少能够平起平做 就是未来几十年要看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也认为 美国拜登新政府上任后 将会优先处理国家内部的问题 并无力对抗外部 因此美中对抗短期内仍会继续 中国想要挑战美国成功 吴建民认为 中国必须在科技的技术上有所突破 但自由民主的匮乏 则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限制 吴建民表示 居住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有创造思想 创造技术 你没有思想自由 你没有言论 你居住自由 你的科技怎么可能获得大的发展 因为这整个都是跟人的自由有关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怀疑 从这一点来看 我是比较悲观的 中国目前是看不到 有任何自由化的倾向 但是你也不能说 它绝对不会在未来 有转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中国其实要在 经济上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 跟它成为法治国家 成为民主国家的 这个发展方向 是息息相关的 在目前高度政治增压的情况之下 我对中国的科技的大发展 基本上是抱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 中国一向强调科技新国 警惕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 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 每一向的产品早上直接做了 那下午中国做出来了 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 从山塞制品到自己开创创新 就一路走来40年 但是他没有一路忘记要科技新国 所以到现在全世界的科技的新含量 美国已经的比重已经撕给了中国 包括5G的 包括AI技术 包括量子科技 这个全部的先进的科技 美国现在都已经落后了 川普启动了贸易战 到现在美国撕得一大糊涂了 吴建明还说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 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 集体化的方式寻租 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 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活动 而是借入产业链中参一脚 抽取一段利益 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 或是政治租金 吴建明说 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 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 包括供缴费 管理费 批租土地 社保费用等 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 非常重要且独特的角色 中国的寻租活动 非常的猖獗 吴建明表示 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 中间人或前客的角色 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 需要的资源 做某种程度的整合 最重要的整合是 它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 官僚行政的窗口 等于是说 它让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 这是减少货币因素 那正面的话就是说 地方政府自立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 然后让厂商投资的速度变快 更方便提供税费的优惠 大概主要功能是这样 那这个过程它也从厂商那边 获得很多租税的利益 包括经济租金 包括这些预算外的收益 都从外资跟厂商获得 那这一块拿到的额外收益 就变成地方政府的额外的收益 一部分就进到官员的集体的小金库 一部分也辗转进入官员个人的口袋 一部分就变成政府税收 变成建设的基础 然而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验证 却也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 寻求庇护关系 中国政府利用外资与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 这种在地相迁治理下的政商关系 汲取庞大的财政收益 进而将一部分的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 建构本土供应链 而试图以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 因此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 使得中国在电信设备 手机晶片等设计领域得以快速的追赶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对美国之音说 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 地方政府抽一点税金 提出优惠政策或是补贴 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的经济 李正宏说 各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各地 他比如说给很多的政策 他吸引 你看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地方商商隐私的时候 他都会提出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青岛 我要希望引进什么产业 我可以什么样的扶持 我希望引进年轻人来 我就给他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扶持 不管是公租房 保险 或者是产业辅导基金等等 我觉得是地方在这个 他非常重心在当地经济的发展 我就收取中间的这个费用 来发展我当地的经济 李正宏还说 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 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 但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手段 否则为什么台湾 还是有很多太空卫星的科技 远落后于中国呢 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 倾全国之力来做事 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 他反问 否则中国的两弹一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另一方面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宁表示 广东模式里的地方政府 跟外资合组成长联盟 参与价值利益分配的模式 是针对劳力密集产业 但这样的模式 已经因为中国工资不断上升 各种社保费用上升 但劳力密集产业要的却是低工资 而无以为继 因此中国现在也面临了很大的重组压力 之前广东传出不少罢工事件 都跟提高工资和提高工人待遇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十年 制协业撤离最为明显 再来一波就是ICT组装业大量离开中国 吴建宁表示 最近中国不是有一家力讯 力讯老板王来春 原来是富士康林的工 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创业 然后力讯最近不是买了伟创 吞山的工厂吗 那力讯现在也接到苹果的手机订单 所以你看得到这个 整个联盟的组成员的变化非常大 也看得到中国在地供应链的新奇 那这个对台商是威胁也是机会 如果你来现在做低端的 低附加价值 低毛利的组装业 你一定拼不过中国新兴长商吗 因为中国自己 这一方面的产业链也慢慢起来 那它可以获得更便宜的 劳动成本 土地成本 租税成本的话 你台市有什么竞争呢 所以台市要被我们担守 再上了贸易战 科技战这样打 那外资台市更要避险 它不能一个男子 全部把投资 全部投在中国这个地方 所以本来这十年来就产生变化 这个成长联盟 可是最近两年都更剧烈的 如果广东模式前30年的发展 可以简称为打造世界工厂 那么最近十年 广东模式转型 以及中国模式转型 则着眼于绕过全球价值链霸权 试图建构中国资本 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 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收获 就是获取大量的外汇与财政收入 去从事军事经济现代化 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 中国的地铁 高铁 高速公路 一项一项建设 就是过去大量累积外汇的成果 不过 这也是靠着对劳工的高剥削而来 吴建民说 中国发展的另一面 就是高剥削 低福利 低人权 三大特色 吴建民表示 中国制造2025 罗列了十项的关键产业 可以说是一份超感西方核心国家制造技术的目录 展示了中国实现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的雄心 不过 它的第一项半导体技术 光是最先进的光刻机 就已经被西方卡脖子卡得很厉害 想想中国政府那种一心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却又没办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 必定非常沉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权威新闻平台 权威油管大威 权威热点解析 三权合一 三位油管大逼奇迹自由亚洲电台 让您一次看个过瘾 大家好 我是郑重生 欢迎收看收听这一期自由亚洲电台三权合一的节目 首先赵丽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嘉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健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王健 第二位是好久不见 为我们带来南半球温暖和许阳光的悉尼奶爸卢雄飞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奶爸 第三位是资深时政媒体评论人陈小平陈先生 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再次欢迎今天三位参与我们的讨论 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迎接拜登新时代 美国总统要换人做做看了 中国国家主席要如何接化发呢 也就是中国要如何接招化解还有发工 拜登的团队已经预告了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要重回国际舞台了 美国要回来了 中国还有地方可以站吗 现在在画面上 在您看到的这一位呢就是拜登在上任前已经宣布要在白宫国安会新设置的职务也是印太事物协调官坎贝尔 从拜登政府调整整个白宫国安会的架构呢外界就可以解读发现美国呢把中国事物从整个印太地区单独抽出来 全新要应对中国的这个用意非常明显 而坎贝尔呢在上任前夕呢最近一次的谈话也提到 中国呢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系统的但是美国也不会撤出亚洲 而美洲之间的关系没有信任已经由来久远了不用再特别强调信任了 但是呢双方其实各后退切实的一小步可以保持可行关系 首先我就想要请教王健先生的是拜登政府已经预告美国不会撤离亚洲 现在的太平洋还够宽广容得下两端的美国和中国共存吗 美中关系还回得到过去吗 中美关系现在的情况我们首先要看 就是说关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看现在的中美关系什么状况 中美关系当然川普政府强调他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那么你可以看到川普在他离任前的这一段时间 不断的在推出针对中国的各种措施 那个措施都是非常强硬的 那么不仅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了一个 很多人讲它是过去二三十年最差的情况 差到什么地步呢 我举个例子 中美外交部门已经没有往来 就是说 美国国务院已经不接中国外交部的电话 或者是只看传真了 双方已经达到一个这样子 自从这个护关这个大使馆 领总领馆之后 双方已经放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你看它不仅仅是讲关系不好 就是我们讲的是交往已经没有了 这就让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对危险的状况 你比如说在台海 你比如说在南海 那么双方的这个飞机大炮 这个军舰 你来我往飞来飞去 它很容易产生出现一种插枪走火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 它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发展 原因是什么 原因川普总统的一个取向 这个取向跟什么有关系 跟川普总统的整体国家战略是有关系 当然一方面是 源自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定位 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威胁 当前的最重要的威胁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川普总统的这种孤立主义的取向 它在所有的领域往回撤 包括部队 包括在国际组织都在往回撤 川普总统不想再当世界警察 不想当世界领袖 他要和外部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话别人就占不到他便宜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川普主义的一个思维 当然这种 在这个思维之下 他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对抗 他会选择一个激烈对抗的方式 这种激烈对抗的方式 其实他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 比如说贸易领域 比如说军事领域 比如说这个外交 地缘政治 他都采取一个非常 非常激烈的手段进行对抗 这和他的川普的整体的这种 对外关系方向是有关联的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先看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一个这样的现状 那么你看未来拜登 拜登政府 拜登上台之后 他的取向是什么 拜登政府是要修补 过去四年 川普政府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搞翻了这种关系 他要修补 他要重返国际社会 重新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建立美国的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他要重建 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各种联系 那你想一想 当他要重建美国 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地位的时候 他绕不开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所以你说 两个国家外交部 连电话都不听 这情况能接受吗 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因为你在很多问题上 你必须跟中国讨论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气候问题 巴黎 巴黎的协议 你到底 美国要重返巴黎协议 美国要重返巴黎协议的话 那你肯定要跟中国讨论 这个气候问题 因为中国 中国加美国 两个国家 大气的排放已经占到全世界的45% 那美国光自己谈气候问题没有意义的 你必须跟中国一起谈 你必须跟他建立这个工作关系 这就是提到的 Workable relationship Workable relationship 是讲的是什么 就是工作 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 必须在一起工作 如果美国要重返国际社会 美国要重新回到 世界的领导的地位的时候 你必须跟中国合作 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地位 否则你得不到这个地位 这是第二点 就是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他为什么要提出来 讲要建立这种工作关系的原因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那中美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 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川普总统 做的最重要的一项贡献 就是他让美国人民 让西方世界看明白了 中共的意图 中共的意图是什么 他把这个意图搞清楚了之后 那么中美关系就回不到从前 以前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 和中国进行接触 最后中国跟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跟中国合作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是什么前提 就是中国不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威胁 你现在如果发现 西方国家发现 哦原来中共 还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 那不就 中国不就变成了西方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威胁吗 如果它变成一个威胁的话 你为什么跟它合作 为什么跟它接触 所以中美关系是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这个 这件事情是川普总统奠定的基础 这是个大前提 那么中美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 第一个 首先肯定是会 必须合作 合作 美国才能重返世界 这是个前提 这是前提 第二个 而美国和西方国家 又搞清楚了中共的意图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 那就是对抗 只要搞清楚意图 一定是对抗 所以应该是 拜登政府 新的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它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一方面 在国际事务当中 它没有选择 它必须跟中国合作 跟中国纠缠 跟中国周旋 另外一方面 它又要跟中国对抗 防止中国对威胁美国的利益 这就是未来 中美关系的两个主要的方向 也就是两个主要的主要 这就是 这跟 这跟这个缓和没有关系 这跟那个立场强硬不强硬 没有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政治现实 当中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 当它在现有的条件之下 向世界各国 施加它的影响力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绕不开的了 所以美国已经 你不可能忽略它 说我看不见看不见就没有了 不是的 你必须跟它合作很多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 既然你已经知道它的意图 那你肯定要想办法 做一些部署 做一些安排 把它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放在你的一时日程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也是对抗 但是这种对抗 和川普时代的对抗 不一样 可能更多的是像什么 更多是在水底下 不仅仅是在口号上 好吗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 接下来就先 感谢王剑的详细分析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买霸的就是 其实现在每一次的美国政权交接转移 中国也会有自己外交政策上的路线再调整 不过呢 主要是习近平这几年上任之后 中国已经抛弃了过去韬光养晦的路线 转而走向锋芒地路 我就想请教买霸的是 这已经给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外交困局 如果我们以古建基 有没有哪些国家的发展例子 可以给中国什么样的提示 关于这个世界形势的判断 现在美国的外交界主要分成两派观点 一派就是现在川普政府的认为 它是指的二战观点 就认为现在的世界 尤其是印太地区 非常类似于当时二战以前的欧洲 纳粹崛起的欧洲 那么另外一派观点 就是基辛格包括坎贝尔 他们所保持的观点 他们认为现在的印太地区 是像一战以前的欧洲 基辛格在上个月曾经提出来说 现在这个世界就像一战 那个时候如果一战打响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 像一战造成那么大的破坏 那是生灵涂炭等等这样 另外坎贝尔在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 他也引用了一本书 讲欧洲是怎样在一战以前 保持了一个长达100年的总体和平的 有一些小的局部战争 但是总体是和平的 他认为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奥地利的外交家 那个梅特涅以及英国的卡茨尔雷勋爵 他们两个共同努力 让欧洲形成了一个军事 从而才维持了这样的和平 那么对于这两种观点 很显然我是指前面一种的 就是川普政府先行的政策的 而后面这种 我觉得是有致命的缺陷 但是它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具体落实在中共身上 我觉得我们后世讲一战为什么爆发 在当时人们都把原因归咎于德皇威廉二世 那么后来历史学家进一步复盘 觉得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各国都有责任 但主要责任还是第一个德皇威廉二世 第二个是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 就是德国和俄国是要负起责任的 而现在中共的外交策略 在很多方面就非常像当时的德国的外交策略 而它的长期战略设计以下的野心 又很像当时的俄国 我们来一一对比一下 当时的德国我们都知道 德国铁学宰相比斯曼 比斯曼其实是维持了很好的一个欧洲力量的军事 与其对于德国特别有利的一个外交的态势 说白了比斯曼它有一点韬光养晦的意思 就是做好各方面平衡 不要树敌韬光养晦的意思 他当时制定两大战略 第一个就是因为德国是被法国和俄国两面夹击的 第一个就是确保法国和俄国不会成为盟友 两个人不会一起打我 而德国不会双线作战 第二个是确保不要去惹英国 千万不要让英国破坏它的中立 英国我们知道一直是光荣中立 是远远的在海峡那边看着 不要让英国破坏这个中立来到欧洲来打我们 就是比斯曼画了两条线 到了德皇威廉二世上台以后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个手有残疾 小时候受过心灵创伤 所以安全感特别不强的人 特别自卑的人 所以他很需要不管是民族主义 还是各种分工伪计 来填补自己的自卑 所以他就跟比斯曼的所谓隐忍的外交策略 起了很大冲突 最后就干脆把老头子给逼得下台了 德皇威廉二世就完全调整了比斯曼的政策 首先在法俄这两方面 法国跟德国是世仇 因为普法战争 德国太炫耀了 所以法国这边是不用想的 重点是关于要把俄国稳住 让俄国不可以跟法国结盟 其实俄国本来跟德国关系挺好的 尼古拉二世跟德皇威廉二世 两个人是表兄弟还不是堂兄弟 是非常好的关系 两国本来还是签有一个盟约 就是双方约定好 双方跟任何一方开战 另外一方都不会参与进来 你也不用帮着我 但是你也不能帮对方 双方本来有这个盟约的 到期要续了 结果威廉二世愣是不续了 这个盟约对我们有好处 就不续了 那么后来在很多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的动作 就把俄国就不断的不断的推向了法国那边 最后让俄国和法国形成了一个联盟的态势 我们再讲英国 当时因为俄国迅速崛起 然后跟法国关系走得很近 英国觉得不安全 所以英国其实是希望跟德国两个人形成一个盟约 等一下 如果德国不但可以让英国保持中立 而且能让英国站到我这边来 对德国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吗 而且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女王 干脆就直接是威廉二世的姥姥 是她亲外祖母 所以这个几乎就是 当时太师对于德国其实应该是很有利的 英德如果同盟的话 至少不说战争会不会打起来 至少德国的环境不会太差的 而偏偏德皇威廉尔是刚愎自用到什么 觉得英国殖民地变天下 你分一点给我德国又怎么样 所以在全世界各地拼命的抢殖民地 同时为了抢殖民地 他就不得不要发展海军 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 他认为海洋就是我英国的 谁敢挑战我的海洋霸权 我就揍谁 所以当时英国为什么跟俄国很不对付 就是俄国千方百计想要打败奥斯曼帝国 获得黑海出海口 然后把舰队抬到地中海来 那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后来德国取代了俄国的位置 德国大量的发展海军 建了非常大的 跟英国比着舰 谁战略舰建的大 从而把德国殖民触角 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甚至远到远东的焦东半岛 而这个威廉二世还特别种族主义 远远的跟你挨不着的日本 你非要去怼人家一下 还专门画一幅画 里面把各个欧洲国家发在一起 远远的一个日本骑着骑着巨龙 就朝我们扑过来了 这个画就被名字叫做黄祸 就是用来针对日本 威廉二世这种战狼式外交 他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他1908年的时候 接受英国的一个报纸采访 就同时把英国 法国 俄国 这些大国全都得罪了 公开说英国愚蠢 然后又公开说我们的目的是一起对付日本 把日本也得罪了 这样就导致一战开战以后 站在德国这边的只剩下一个外强中干的奥匈帝国 扶不起的意大利 还有更加扶不起的 已经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而且他在战争后期还闯了一个天大的祸 他偷偷的资助扶持列宁 让他回俄国去去发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从而打开了潘多达的盒子 好 我们说德皇威廉二世 现在很多人认为沙皇尼古拉二世 也需要为一战爆发负起很大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俄国沙俄 它是有强烈的对外扩张冲动的 而在一战爆发前那段时间是尤其的明显 尤其是为了寻找出海口 你想那段时间大家还记得 沙俄为了在远东找出海口 跟日本打输了 而在欧洲为了获得黑海出海口 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了很多俄土战争 终于打赢了 但是最后在各国 尤其是在英国的强烈遏制下 它这个舰队还是没能禁得了地中海 那么为什么在那段时间沙皇俄国 它的扩张欲望这么强烈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认为 第一个就是沙皇尼古拉24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民族主义我们知道在双刃间 一方面会让有些人像打了鸡血一样 不管是工作 生产还是打仗都是战斗力倍增 但同时民族主义到后面就会反食 会烧到自己最终会把掀起民族主义的人吞噬进去 我们知道尼古拉24最后全家被灭盟了 这个是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最惨痛的一个教训 第二个就是沙皇内部的 俄国内部的内部矛盾 因为你想扩张扩张为什么需要扩张 蒙古帝国为什么需要扩张 那么沙皇就是为什么需要扩张 为什么 因为只有建战功才有更多的钱 才有更多的好处 是吧 所以就算沙皇尼古拉24自己没有个人野心 下面的一群军官贵族各个都想战建功立业 所以当时的世界就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战狼式外交战略 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战狼式的军事战略 这两者的影响下导致天平最后失衡 导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战 虽然我个人并不赞成就把现在的世界比作一战以前的世界 但是我觉得有句话讲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所以确实在某些侧面上 像刚才这样的这两下侧面上 可以看出跟现在很多类似的地方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以古论经目的不是为了看戏 你该干快一战了 你该干快二战了 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借鉴历史 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能够减少引发战争的可能性 现在不管是基辛格还是坎贝尔他们提出来的方案 就是前面讲的各退一步 然后加强双方的交流沟通 特别是军事领域的交流 避免擦枪走火 这些都是一些预防性的 是一些治标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川普所制定的印太这些战略 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治本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更像二战 而不是更像一战 那么现在民主党上台了 拜登上台了 他们会不会继续沿用 川普之间已经主动公开了的 这个印太地区战略 表面上可能说我不用 贝蒂也还是走这个思路 这也是可以的 他是不是会继续沿用 将决定未来有没有一场战争 感谢奶爸带我们回顾一战时的欧洲 历史来看当前的中国外交局势 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陈小平先生的就是 其实拜登政府还未上台 就已经传出了习近平透过美国商业界的力量 想要求见 中国在内部办强势 怎么实际上对外呢 却私下不断的要求见拜登团队 中国在急什么 中国为什么着急 这个眼看着拜登先生啊 要进白宫了 1月20号 那么这个白宫要换新的主人 那么中国那边呢 着急了啊 这个现在媒体报道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给星巴克的这个名誉主席 舒尔茨写了一封信啊 那么美国商会呢 也有消息啊 说中国有高级官员 掌握华盛顿啊 你看北京现在出了两招啊 习近平啊 亲自出场啊 跟这个舒尔茨啊 写信 这是比较罕见的啊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先生都还没有进白宫的啊 中国的高级官员已经定好了去华盛顿的这个啊 议程啊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着急啊 非常着急 习近平这封信呢 他是写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星巴克前执行官啊 名誉主席舒尔茨啊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为什么要写给这个商界领袖啊 实际上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值得关注啊 一个就是说商界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呢 事实上中美的这个官员之间的这个 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啊 现在基本上是出于脱钩状态啊 中国跟美国之间啊 有好多种脱钩的问题啊 科技脱钩 金融脱钩 实际上两国高层的脱钩也已经啊 是一个进程的事实 到现在啊 美国驻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大使馆啊 他还没打使 那个布朗斯塔德离开之后一直空着呢 所以说在国家领导人高层的外交部的层的在领馆这一层次啊 这种高层官员的这个接触都已经没有了啊 所以说那么中国领导人其实想想着美国之间对话的话呢 估计没多少渠道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星巴克这个前子新官民主席舒尔茨啊 就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另外商界本身在过去的中美关系里 当然过去是指啊 2016年川普总统上台以前的那个情况 那个过去啊 但2016年到2020年之间 那分开来说啊 这个也跟北京现在着急 要跟美国重新接上头 改善关系有莫大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为什么他着急得这么着急 对啊 我们要强烈就是说 在16年到2020年这一段期间 中美关系被重新定位啊 那么 川普一向台 中国承担美国的头后竞争对手 或者叫头后对头啊 那个词号就叫敌人 都是可以的 这么理解的 然后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美国更过去跟中国的交往 接触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呢 也得到了修正啊 放弃了这样一个政策 在这种背景之下 美国跟中国啊 科技脱钩 金融脱钩啊 我刚才说的高层领导的交往脱钩啊 还有什么贸易战 贸易战啊 现在 还有三千七百亿美元的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还被施加的这个关税啊 作为这个让中国旅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手段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知道还有华为的封杀啊 对不对啊 美国把中国很多企业列入这个商务的黑名单 国防部的黑名单或者是华尔街的黑名单 这四年里头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么多事情 加起来 基本上就是两个字 要脱钩 和 准备脱钩 是这个脱钩是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北京现在呢就想把这个钩重新接上啊 就是脱钩和接钩的这么一个两个时代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啊 观察者肯定一定在说啊 说这个北京在对中国人民忽悠的时候说啊 一直在批美国啊 批美国 然后这边呢 你看看 新总统没商量就就急急慢慢的去跟美国改成关系啊 你这次演说演这种双黄啊 外交上确确实是演双黄 当然我们都知道 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 外交东西很多要务实的 所以他一定要去演这个双黄 这个双黄他演的 他现在能演的 他是有条件的啊 为什么在川普时代他演不了双黄 就是 至少在拜登时代不知道他能不能演 但是 他可以有某种演双黄的寄托在这里头 在川普时代啊 由于他对中美关系定位的改变 双方交往政策的改变 这个双方没法演了啊 最后演到 你们不会看见中美之间连连大使都撤出 美国大使馆大使都撤了 演什么演不了的啊 在这个16年之前 他们演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华盛顿啊 和华尔街 他们有一批人啊 在在这个蓬佩奥这个时代呢 他们把这批人叫做啊 特殊利益集团 这批人呢 穿梭于中美政界 穿梭于中美的商界 他们在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啊 演双皇这个大台子 这是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 那么这些大台子的人呢 在美国这边叫特殊利益集团 在中国这边叫什么呢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因为有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或者有华盛顿特殊利益集团 他们啊 北京和美国之间 才能够进行勾兑 接触啊 北京才能够对他的老百姓啊 嘴巴上啊 搞意识形态的忽悠 在外交上呢 也算少跟美国去勾兑 而是这样 川普时代把这个特殊利益集团 影响白宫的这些的这个路子 给堵住了 在某个意义上啊 这也是东西精英这些人啊 不喜欢川普的一个原因 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 就是说川普要让制造业回归啊 就是他跟这个 这些东西精英要搞全球化的这个 走向是冲突的 是冲突的 所以这些这些人不会是 川普的政治上的盟友 而只会是拜登先生 政治上的盟友 那么北京也知道啊 这些中国人的老朋友 是拜登先生的盟友 所以说习近平脑子里 自然就想到找舒尔茨先生 他商界领袖 通过他的努力 来为中国和美国的结构 出一封地 这就是这个啊 习近平这封信的来历 也是北京现在眼双黄 他开始了 冲净一种眼双黄的一种前景 我们现在啊 也不知道啊 这个拜登政府 究竟跟北京之间的这种关系 要如何如何的进行 反正会跟川普时代 不一样 这个信号已经出来了 但是究竟如何不一样 这是天下关注的事情 因为诸美关系就是天下的关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北京法轮之前呢 把架设摆出来了 就希望双方之间啊 从过去的那个脱钩状态 或者准脱钩状态 进入挂钩 当然了 或者是准挂钩状态 起码是这个架设是明白了 所以说未来怎么样 我们还要走着瞧 谢谢陈先生 也再次的感谢三位嘉宾 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 以上就是这一期 自由亚洲电台三全合一节目的播出 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在讨论区的下方留言 发表您的意见 同时给予我们建议 还有您的看法 同时也再次的邀请您 帮我们按赞 订阅 订阅之后呢 记得提醒您要开始油管 影片右下角的小铃铛 您就可以随时收到 自由亚洲电台 所有视频节目的 最新上架通知 我是郑重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著名歌星Lady Gaga 在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上 高歌一曲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使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很多人的目光 聚焦到美国第46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 这次就职典礼因为疫情和安全考虑而显得比较冷清 在正常年份 会有数十万的美国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共襄盛举 但是这次为了防止疫情传播 禁止普通民众参加典礼 只有国会议员和一些特邀嘉宾出席 总共大约2000人 其中包括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驻美代表 肖美琴也获得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正式邀请出席 这被视为是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 为了防止1月6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冲击国会的暴力行动重演 这次就职典礼的组织者加强了活动的安保措施 25000多名国民警卫队不防在国会山周围 这一地区道路交通被封 还竖起了很多的栅栏 一些媒体形容这天的国会山附近有如战区 但是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上 20万个小旗组成的旗帜的海洋 却是很暖心 因为他们代表着不能来到现场的美国民众 哈里斯宣誓就任副总统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下 拜登左手放在圣经上 举起右手宣誓成为总统 在宣誓仪式结束后 拜登发表致辞时 谈到美国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 以及他的政府将如何做来迎接这些挑战 首先他提到的是疫情 在我国的历史上很少有人面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百年一次的病毒悄悄侵袭我们国家 在过去一年里失去的生命相当于整个二战期间失去的生命 数百万人丢失了工作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 拜登还提到其他的挑战 包括种族问题 气候变暖 政治极端主义 国内恐怖主义等等 特朗普总统输掉大选所引发的美国国内的分裂 导致1月6号他的支持者们冲击美国国会大厦 造成多人死亡 针对这些挑战 拜登开出的要方就是团结 在1863年元旦 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 等他签署的时候 林肯总统说 如果我能在历史上流明的话 将会是这个宣言 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这个里面 今天在这个1月天 我的整个灵魂也在这里面 团结美利坚 团结我们的人民 团结我们的国家 拜登把美国目前面临的混乱和分裂 与林肯时代的种族不平等相提并论 可见在拜登的心目中 目前局势的严重性 他表示 他不仅是给他投票的选民的总统 他是整个美国人民的总统 作为民主国家领袖大国的总统 拜登当然也不会忘记 向关注美国的其他国家喊话 这是我对我们国境之外的人们要说的 美国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变得更强大 我们会修补我们和盟国的关系 重新加强与世界的互动 来面临不仅是昨天的挑战 还有今天和明天的挑战 我们将领导世界不是靠我们的权力 而是靠我们做出的榜样的力量 据美国媒体报道 就指的当天 拜登将签署一系列的总统令 废除一些特朗普时期的政策 并推出他的新政策 包括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等 他也将推出一系列的新的移民政策 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 都出席了就职典礼 特朗普总统是美国150年以来 第一位没有出席继任总统就职典礼的 前任总统 他提前在20号早上离开华盛顿 前往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不过在此前一天 他发表了告别演说 表示为美国人民服务是他的荣耀 同时也祝福新的政府能够成功 不过特朗普并没有提拜登的名字 特朗普给拜登政府在外交层面留下了一大遗产 就是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 拜登在演说中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 他的团队将如何应对中国 受到世人的瞩目 不过中国方面却在拜登就职的这天 发出来强硬的信号 中国外交部宣布将对一系列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实施制裁 包括蓬佩奥 纳瓦罗 奥布莱恩 史达韦 博明 阿扎等等 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 澳门 他们及其关联的企业 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 所生意 自由亚洲电台 升华 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即将宣誓就任第46任美国总统 在美中关系被受关注的科技 贸易 人权等领域 拜登将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应对中国 我最近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合佩基金会专家包道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高级顾问格莱怡 著名保守派专栏作家张家敦 以及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梅惠林 这四位美国的资深美中关系专家 请他们来为我们做个预测 with an outlook which I think is certainly outdated and which recent events have proven to be misguided I don't think that's correct at all I mean it's something that's been put about by people in the campaign to try to discredit Biden I think he will be less internally counterproductive we don't need to elevat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to an official kind of relationship the way it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 end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ecause the costs of doing that are great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t could cost Taiwan ultimately its autonomy if we're going to be tough on issues like that we better get ourselves back to the gym in the U.S. and build our bodies up and trim our muscles so that we can handle China better when we get into confrontations I think Biden has the promise of a more step-by-step approach on these issues but he has to do with conflicting coalitions in his own party he's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Georgia election giving the Senate the majority probably with the vice president for the Democrats that means he will encounter less obstruction I think Biden has got a capacity to reach across the aisle to the Republicans and he's more of a compromiser than we've had in recent years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but whether that will make him strong whether he can hang in there under adverse circumstances it's still to be tested I am not worried about President Biden when he is inaugurated and his administration being soft on China first I think that many of these people experienced what was China's real turn towards more assertive and in some cases delicose behavior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y have lived through some promises being made by China that then were not kept so they have that experience and I think that they are going into this administration with eyes wide open I think that Biden will set clear priorities he will develop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m and I personally don't view engaging in well-crafted dialogue with China o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s soft so I think that some people do but I don't share that view well I think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do a review when it comes into office they will examine the pre-existing policies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new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companies added to entity lists visa restrictions, etc. and I think that all of these will be reviewed and as part of that policy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a pathway forward on what the approach would be toward Chinese companies but I would expect that where national security is involved that the Biden team will be cautious in permitting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ample in our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or the purchase of Chinese systems or products so I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continued caution in that regard I don't know where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go on this I think their instincts are to remove restrictions and penalties that we've imposed on Chinese companies bu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may not have very much room for maneuver because China will be driving the relationship not Biden the Chinese are very arrogant these days and they're going to push the new president in directions he doesn't want to go so what he may be doing may not be what he wants which is to have a deal on climate change or whatever China very well may force the issues in ways which will dismay the new president I think the approach might be different but the desired goal is the same you know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fair in the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space and they have leveraged some of their companies to take technologies to use for purposes that would harm U.S. national security so this is something the United States absolutely has to keep an eye on unfortunately President Trump's approach which is sort of just poking China in the eye trying to be confrontational not leveraging other countries makes it seem that there isn't a problem here this is just a U.S. vendetta and so it makes the U.S. approach seem less legitimate than it actually is so I think Biden will try to broaden his approach and involve other countries and have more frank and direct discussions with the Chinese about how they use technology in ways that are harmful to other countries to democracies and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 think coming into office Biden will b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to try to follow the same approach I think it would be wise to step back and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that will allow each of these technical questions to be managed by a commissioner a committee an informal interagency group that contains experts on these subjects beyond the kind of people who serve in government and superficially look at these issues for example cutting off Huawei and ZTE may be less advantageous to us than co-opting Huawei and ZTE or Alibaba or others we may want them to stay dependent on our technologies with that we want to also boost the support of our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forces to develop and enhance the technologie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the American marketplace as well but I think in some cases we are better off by keeping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dition of successful modern economies keep our doors open to people to ideas to technologies now some things are purely military or security concerns and that's where you need those experts in the room as well to say okay we're going to put a fence around these technologi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shared but I think on the whole the more integrated you are the more you make the Chinese companies of concern dependent o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utside we have strength here this is not an area where we have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a marauding beast and we can't fight back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set the terms for these arrangements and I think we ought to create a mechanism that allows each of them to be addressed in those terms I think it's a good sign that Catherine Tsai will be the nex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but we've got to be concerned that her views are going to be overridden by others in the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of course those of Biden himself so this is certainly a work in progress it's a good sign that Biden is not going to take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off immediately but what he should be doing because China has not been complying with its phase one trade deal is increasing those tariffs not thinking of taking them off well on the question of the personnel I think appointing Ms. Tsai to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is a returning to that office someone who's quite knowledgeable on litigation and skillful on the technical areas of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here we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what I haven't seen from her this is not a criticism I just hope it will emerge in time that as the person to lead this she'll have a very big picture of trade the world is in a major period of flux if the U.S. wants to lead again it has the capacity to lead in re-examining rebuil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meet today's needs not the needs of the 1990s to look at doing large scale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across the board with our European and Asian partners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we need strategic thinking I would recommend that Ms. Tsai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 former USTR Robert Zellick who is a brilliant personality on the question integrating global trade policy and regional trade policy with global and regiona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e need that today well I think that Catherine Tsai has a deep trade experience especially with China she is not as prominent a figure as Bob Lighthizer has bee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r maybe other prior USTRs we don't know yet whether that signals that trade policy will be less important in the administration it's a question mark it may signal that President-elect Biden does not want to have a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at has quite that much heft in the interagency as Bob Lighthizer has had but that's just speculation we'll have to see we don't yet know what the trade agenda is going to be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on the issue of tariffs I think that President-elect Biden has spoken about trying to build leverage and tariffs can be used as leverage if China wants to have them lifted then they will have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he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is unmistakable Congress has multiple tim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demonstrated that it wants to on a bipartisan basis maintain strong substantive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 think that will not erode I don't think I think I've heard I've heard some media accounts of people concerned that Biden will be less forthright with Taiwan well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helping Taiwan successfully sustain its autonomy and its vibrant democracy and keep it as part of growing economic intera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howpiece official contacts which raise the need on the Chinese side in their lights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Taiwan when we do these things with Taiwan it's very seldom the U.S. that pays the price for changing the arrangements that have allowed Taiwan to have this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autonomy and domestic success we could put that at risk unnecessarily so I hope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move prudently to sustain those strong links keep the doors open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as smooth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not taking unnecessarily disruptive steps that increase the chance that we will los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at has allowed Taiwan to prosper first I would say that there's a lot of reason for the U.S. and Taiwan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e have an important economic relationship we share democratic values and every U.S. administration has had good relations with Taiwan every administration has sold weapons to Taiwan because it is a requirement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will the policy change at all and I would say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a lot of things very publicly and sometimes has tried to use Taiwan to sort of poke the bear and that has I think created more fri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so what Biden does with Taiwan will depend in part on what China is doing towards Taiwan will it continue to conduct naval and air operations inside Taiwan'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nd across the center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using not only military coercion but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if those policies continue then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pond to them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deterrence holds that China underst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ake in Taiwan security and in cross-strait stability but I do think that some of the sensitive things i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may be done in a way that's less visible I'm sure that Biden doesn't want to do that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at would anger China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for us to defend Taiwan for one thing Taiwan occupies a strategic piece of real estate wher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meets Taiwan prevents the Chinese Navy and Air Force from surging into the Western Pacific but there's something even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is China is attacking our democracy it's attacking the whole notion of democracy and we cannot afford to let China absorb any democracy especially one as important as Taiwan so we must stand with Taiwan whether Biden will do so or not I don't know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must do well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kind of a continu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 lot of people say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different in his approach to Taiwan but in the end he maintained strategic ambiguity you know this question of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o in certain contingencies he continued arms sales to Taiwan the difference is that President Trump his policies were very unilateral he tried to increase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for example by sending more high level representatives to meet with Taiwan representatives I don't think that's the direction Biden will go and I actually think the direction Biden will go is more effective which is to try to work again with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t's hard to increase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if like President Trump you've pulled out of the very institutions Taiwan wants to be a part of so I do think U.S. support for Taiwan will continue but that support will take a different form during the campaign Joe Biden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a human rights president when it came to China so we've got to take him at his word but let's remember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ese are not some miscellaneous crimes these are systematic directed from the top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e're talking about mass detentions of at least a million people maybe three million people China's implementing genocidal policies it's institutionalized slavery and rape has probably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minorities these policies are horrific and I believe that they requ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o sever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y're that serious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a situation that resembles that of the Third Reich in the late 1930s and even in the early 1940s so my belief is that this has got to be a cutoff of relations I'm sure Biden doesn't want to do that not even contemplating that but I hope that he gets to a better position on this you know in the 1950s we worried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in Hungary in the 1960s what was happening in Czechoslovakia and we took stands on those things that were rhetorical but we really couldn't do much practically about them except keep our doors open to those people who can get away from those troubled places with Hong Kong we need to keep our doors open for those people from Xinjiang who can escape the drag net that's been placed on them or Tibet or elsewhere in China I hope we'll keep our doors open for those exiles refugees as well but we have to be realistic about what we could do as in the case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we've got to get our own act correc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bringing in a lot of efforts to promote women to promote diversity through Hispanics Asians and Blacks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those are important symbolically and substantively we've got to keep doing the George Floyd incident really damaged the U.S. and what happened in the Congress this week really damaged the reputation for our institutional democracy we shouldn't go throwing epithets around about other people's activities until we do a better job of addressing our own shortcomings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fines it is their most important interest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really anything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to convince them to allow you know complete freedoms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se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we do shape Chinese behavior I don't want to congratulate China for what they've done in Hong Kong but it wasn't as bad as Tiananmen right so there has been improvements and I think Xi Jinping probably didn't go in with full force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sponse and so again it's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izes China China can say oh i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we really need coalitions and instead of just trying to criticize China I don't think shaming works we should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you know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want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m improve in those areas well I'd start by saying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very slow to take actions against Xinjiang and the and against Beij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on the Xinjiang issue let's recall that in John Bolton's book he relayed that Trump told Xi Jinping that Chin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by locking up Uyghurs essentially I think that Joe Biden genuinely cares about human rights and before the election the Biden campaign actually stated that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Xinjiang is genocide and that has gone further th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gone I think that President-elect Biden has said he supports tough actions to punish China for its violations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o yes I expect that this set of policies will continue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build on them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a pragmatic country and they don't engage in issue linkage so if there's any hope of making concessions to China to build goodwill to cooperate in other areas such as transnational threats disease and then we think this will build goodwill that will then convince China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on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us like North Korea or South China Sea that that's not going to work and we're going to end up disappointed so we have to engage with China in a very direct pragmatic way understand that our interests conflict but that we are not enemies I think you know the Chinese people 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my time in China like Americans Americans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is not the Cold War we are just two countries that want different things and we should compete and see you know who wins in that competition but try to minimize the harm along the way I hope that the Biden team comes into office with realistic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what we've heard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after the election it sounds as if they have a view of China which doesn't correspond with reality we must remember that China right now is extraordinarily aggressive belligerent and arrogant so this is a moment that poses a grave danger not ju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o peoples outside China everywher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a consistent set of policies that comprise a strategy that can achieve reasonable objectives simply having an attitude which is w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metimes has had is not good enough I think we have to set priorities and we have to figure out what's doable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are going to need attention so I think that the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his policy more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but I suppose my single most important suggestion would be to not have a summit with Xi Jinping too early on we have to get our own house in order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ve to reinvigorate our alliances we know that China takes advantage of countries when and they see them as weak and we know that China sees the pandemic a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here China is emerging as a great power and they see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line so I think that we should not engage in symmetry or serious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until we have regained China's respect my suggestion uniformly is America needs to restore self-confidence a lot of what we're doing in Taiwan or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s suggesting to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that we're weak and scared we don't need to be weak and scared we have to be realistic we're not the dominant power we were in the 1940s nor as dominant as we were after the Cold War there are other powers that we have to navigate around and to find our way to cooperate where possible and to resist and total balance where necessary we've got to be self-confident and restore that self-confidence reduce the hatred among tribes and peoples and factions in the US and get a national purpose you know when Kennedy set the going to the moon in the 1960s as a national purpose and we've been wasting a lot of our time on purposes that are not shared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nd elsewhere we've got to get back to things the government can do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to start bigger invest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rdinating government support with private sector support for the most advanced parts of the economy that can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tax mechanisms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s that are within the capacity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o implement with Congress's support so I think self-confidence would be my most important advi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毋无疑问 实现双边关系的重置 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